今天的百个大家讲想跟你探讨 沙州首长阿德南的一股旋风掀得起吗 来看看网民怎么说 沙拉越原住民和华人的关系很好 实际上沙拉越华人和相对少数的马人的关系也不差 所以我并不会对他的作为感到惊讶 是政治家还是政棍 州选举后再吹吧 想起505前后和那些U-turn诚信的政客 马来西亚可是不缺货的 实际行动如电费降价和拨款都做了 就算是为了州选我也无话可说 问题一 你觉得阿德南各种获得人民认可的做法 可以贯彻到最后吗 没有任何一个政治人物是可以相信的 但既然他肯这样子说 就不妨停一停咯 难不成你们更喜欢听到他说 华人是外来者 不喜欢这里可以滚回堂上命 选举前人民是老板 但选举后政府是老板 相信我们的阿德南首长不会这么做吧 政治家做了才说 政治人物说了再看看咯 政客说了就算了 问题二 你认为阿德南旋风对西马会有什么影响呢 简单一句话 东马西马隔着一道南中国海 人民生活方式也不一样 所以西马流行的种族主义 看在沙拉越人民眼里是笑话 阿德南旋风在西马掀不起来 因为西马胸襟狭隘的政客太多了 如果你也有话说 欢迎到百革时事的脸书 Pocket Times 或在我们的网站留言 分享你的意见 欢迎回到现场 我们现在还是有立平 外面美银跟陈博士的 有关阿德南旋风想承认独宗文凭的手法 可能是一个政治筹码 有关美银你怎么看 他会是还是不是呢 我觉得这种东西真的是要路遥纸马力 我相信他是 但是我想如果他真的承认 是对来对我们这些独宗是好的消息 所以我希望他是真的 但是我相信他不是这样立平的 我想目前大家都知道周选很快就要到了 可以看得出他这个 你要说他是政治糖果也好 你说是惠民政策也行 但是可以看得出 他很大可能性是会在少尔岳承认同好文凭的 以他最近这几天的谈话来讲 他说他已经说了你西马不要 我都买我少尔岳我是很想要的 有关在这个阿德纳这个领导之下呢 在少尔岳的这个政治局势会有多大的改变呢 以你这样看的话 目前来讲我想用一年来评定这个阿德纳的影响力 层面有多广我觉得还是太早了 因为你必须要看这个周选 虽然说目前他在华社的形象是很好的 但是华社形象好跟华裔选民会不会投票 因为他的形象好而转而把票投给华裔执政党 那可能是两码子的事了 所以要用周选来判定这个阿德纳的影响 会不会扩大 而如果是说阿德纳在这一次的周选 可以获得比上一届呆的时候 赢得更好的成绩的话 那么我想未来五年 少尔岳人民应该是很有福气的 应该有更多的惠民政策 而如果没有的话 而如果是说他拿不回一些华人议席 尤其是他现在很多的惠民政策 都是冲着华人社会而来的 而如果他在周选的时候得不到相应的回报 那么未来五年才是像美银讲的路遥芝麻利 这样博士 有关在一个政治的一个概念所谈到的 阿德纳他真的是很多惠民的政策 尤其是对华人真的很友善 那么他有宣布说对独宗的破款 以后会每年都会制度性的 而且是有史以来最高的 然后又要承认独宗同考 所以在这方面 我相信他会挽回一些华人的心 我相信有很多些华人选民 会把票回留给阿德纳 因为这个不是国会选举 这是州选举 他们需要一个有实力的一个州的领袖 来贯彻他的政策 然后这个州选举的很明显的是 土包党一定会执政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 所以如果是 应该是没有意外了 所以这样子情况之下 华人他们会在州选举的话 会做一个比较聪明的策略性的投票 所以是决定 起了一个关键性的一个 会让州政府里面多一点华人代表 这样的一个诉求之下 有一些票肯定会回留给这个 人联党或者其他国政成年党 那讲到这个政党的部分 这样还比美赢 这样其实在反对党 就是在这个沙拉越的话 还有什么样的一个优势吗 对了你 我认为我们身为行动党 要成为人民的声音或者是议员 我们最重要就是要讲惠民的政策 如果有一天我们是反对党政府 拿我们的政策来惠民 我觉得这样我们就已经做好了 我们成为一个议员要做的事情 我觉得我们在所有的这个城市选区 行动党还是占有时的 我认为城市选民会看的 不单只是我们可以拿到什么样的好处 或者是阿德南可以是怎么样好的领袖 他们也同时会看阿德南是不是大叶的傀儡 他们也会看到底沙拉越这么多的钱 去了哪里 所以我相信在这一个城市的选区 行动党还是能够优势的 但对于有网民是说 在这个郊区部分反而是比较弱一点的 这样反对党这边又有改变了一个 我们做了这个沙拉越之梦 就是要去这些郊区或者是半郊区 做一些国政50年来没有做到的事情 我想这个是行动党大处交区的第一步 我也希望在一些的选区 我们能够因为这个沙拉越之梦 或者是因为我们在做的一些工作 能够找到一些突破点 其实很多时候你看的那个 progress 是很慢的 但是你是需要去那个 tipping point 对然后可能我们还会在那边得到一些的突破 希望 了解 江丽萍你有什么 你有什么想认为呢 我想像美云说的这个城市选民跟乡区的 反对党的优势肯定还是在城市 而乡区方面我想这个沙拉越之梦 应该在短期内是很难看得到成绩的 因为沙拉越的偏远地方很多还是属于内陆 而且交通不发达 而他们这些内陆居民内陆的选民的大部分 其实是国政的已经是铁票上来的 所以现在也是在看这个行动党推行的 沙拉越之梦其实是一个很好的计划 只有看他的持久力有多久 影响力能够多广